秦民在的年转家旗 民众六小龙开始在的掃盟 整个散途红卫观念和出事 六国庄的小红军队 红卫散途队 以及技校 就非常效果的时间 特别来跟六国庄的第一次欢公布 来散途红卫的重要性 同时也送大家追趟 要来提出乡亲 大家用卫就要特别注意安全 才要做成在海活性 海活的才能带 红卫散途队的新丸 以及技校队丸 是拿到水档 来送给伯母的民众修用 同时也拿这些民众 要注意用卫的安全 不管是烧草 还是金钻 要去把火打花 劈便做生产的发生 我们六国庄的小红军队 真用心 可以用清明的时间来跟我们这 在服务团 这期间非常辛苦 来帮我们散途 真正赞 因为是喝这汤 很好用的 要用来冰加水 把金钻都放回 定了我是大门的那些顺序 都放 我怎么走 公布里面看到很多民众 带到整个会 就会全来培房製造 不过小金钻 如果是没注意 还是暖等分头 就可能造成火災意外发生 所以红火的选择堆 在这里拿钻还没败房的方亲 就要记得注意用火的重要观念 我们今天来到我们这边的坟墓 就是要来推广我们的 一 杂草不乱烧 然后二 烟蒂不乱丢 再来就是 名字不飞扬 就是我们来宣导 就是说 来到这边烧完之后 就是要用这个桶子把那个水 火苗把它熄灭 然后再来就是说 鞭炮 因为鞭炮它也是很容易就是会引起火的部分 所以我们都会来到坟墓这边来宣导一下 清明的情侯 民众都落手在培房 他们处最近公盟的灰境是相当的座 六国红火的选择堆 带车鱼 在培房的时候 就要注意用火的安全 我们每年的清明节时 火灵都很多 现在就是消防队都会利用这个机会 很多防火宣导 一些宣导品 让我们民众知道我们在扫木的时候 注意火灵 火災发生 消防队都一直在 批语 奔命 这是一个进步好运 希望我们民众在扫木的时候 可以帮我们的火警 注意我们的火星 别要黑白白 六国小峰堆 也带车鱼民众 不要一直在培房的时候 如果发生火災的情形 一定要观景通知小峰堆 表面造成更大的上海 继续要转长报道